我们要开PowerPoint 把刚刚下载的这十张照片 把它放到这个PowerPoint简报 我们开这个橘色的PowerPoint 打开来之后 它会有一张标题投影片 如果要新增下方 以前都是按这个新增投影片 现在我们要有十张照片 一张照片要放在一张投影片上面 那就要十张 新增投影片要十张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从插入这里 插入这里有相簿 我可以新增相簿 比较快 新增相簿进来 然后从这个按钮去按 档案这里按一下 去找我那十张照片 从桌面上 资料夹 打开来点两下打开 就看到十张 你可以这样子框起来 在空白地方按着左键拉 这样就框起来 选取 你不要按着照片这样拉 这样会把照片拉拉去 在空白地方按着拉 或者是点其中一张 全部的话也可以按着Ctrl键 然后按键盘的A 全部 A就是O 英文里面的全部的意思 Ctrl按着按A 全部 然后点这个插入 照片就进到这边来 刚刚同学问说 那我这有顺序 这有1234 这有1235 一边是编号 一边是你照片的名称 一个是顺序 一个是你编号 因为我们刚好写1234 那这个顺序如果要调 比如说那个101 我要移到第一张 那我就把4号 刚好这一张 往上移 这个有上下 就把这一张101 我要移到上面 按着它 往上 所以第一张现在变101了 左边这1234 是它的顺序 就是1234的顺序 好 那右边这个是我们 这张照片的名称 好 我们不是把它取1234吗 好 现在4号跑到第一张来了 4号是101 现在跑到第一张 好 那你要删除 也可以从这边移除 好 你觉得太亮 太暗了 也可以从这边调亮度 有没有 这是亮度 还可以调亮 调暗 好 对比 甚至可以旋转 有导折可以旋转 这可以旋转 向左向右旋转 好 那再来 照片进来调整好顺序 图片的配置方法 它现在是调整自投影片大小 意思就是照片 会放大到整张投影片 好 那我可以改 比如说我要在上面写标题 好 我要在照片上面写标题 我可以改这个 一张有标题的图片 好 是不是在照片上就有一条 好 等一下这一块就是文字方块 可以打字 好 所以每一张图片上面就有一个标题 可以打字 好 所以图片配置 我选一张有标题的图片 好 那外框 外框就是照片的外框 你可以选白色框 好 黑色框 有没有 好 或者是这个复合框架 双线的 好 选一个 那布景主题就是它的背景 等一下我们从设计去找 可以预览 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等一下做图片配置 外框 好 看照片要不要调亮度对比 旋转 顺序要不要调 好 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按建立 他就会一张一张放进来 有没有 你看一下左边 是不是 十张照片嘛 加上封面 是不是总共这 十一 好 目前在第一张 目前选的 左边这个二是目前在第二张 总共有十一张 好 来 我们现在把那个图片汇到这个 简报里面 PowerPoint简报 然后建立相簿 从新插入相簿 新增相簿去找 把照片放进来 好 来 好 好 谢谢观看